好朋友問我 移民台灣兩年有沒有後悔 我下面有幾個親身經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知道 我怎樣看我這兩年移民台灣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移民台灣這段時間 我老婆很不適應 情緒波動得很大 她都很聰明 她都很努力地去調適自己 去重新學習 認識自己 天都很疼愛她 身邊不斷有很多人關心她 其中有一個 我講的一個番名叫智慧女神 她是一個很有智慧易經的老師 我覺得她應該比我小 首先說她是一個很富有的人 生活無憂 自己都很忙 但是 我老婆很多次 在很低落到 不是貼地 還要玩個洞圈的時間 她都給了一個隨時的幫助 等她將要崩潰的時間 就將她提一提上來 很多朋友遇到情緒問題的時間 我都覺得自己可以幫助 而我老婆 我真的觸手無策 我都真的很感激 我這位智慧女神 在我老婆 去到台灣這段時間 她人生真是一個新的階段 可以給她在旁邊的時間 有這麼多關心和教導 她真的變了很多 她整個人從台灣到現在 她真的是另一個人 看她的世界 她的角度是不同了 好像昨天 我女兒跟我說 媽媽現在 她厲害了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恐懼 開心了 兩年時間 只是兩年時間而已 一個成年人可以把人生觀 改過來 我覺得是非常壯觀的東西 我自問兩年 比五、六、七年 我覺得我可以的 去台灣 要做生意 開始真的不是很順利 在我們不順利的時間 惆怨的時間 有朋友真是好得不得了 他們見我們真是很旁無助 好像從從遊靈開始 就很困苦 我不知道她誤會 是否我們真是很窮 還是怎樣 不過是這樣的 她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所以基本上 每個人眼中在她面前 都應該是很窮的 我是這樣理解 有一次我們一起聊天 無意中我們透露了 我少少困難 在一些低點的時間 覺得好像處碰壁一樣 這位奇人二號 竟然跟我說 不如這樣 其實我也有計劃 開一間公司 不如我請你們兩個做事 每人給你出份量 我請了四個人 她說她出的那份量 可以請了四個人 你怎麼計算數呢 我們就直接拒絕 說不行 因為我們來要投資移民 我們要做生意 所以我們不可以打工 她就說沒問題 公司寫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你也是做生意嗎 這樣都可以 最後才令人害怕 她說 我不是太多錢了 我放了一塊錢 這間公司可以夠營運一年 一年之後 你看看公司營運得好 你就買了 哦 贏就是我的 輸就是你的 這些 我都不太明白 這位成功的生意人 是怎樣做生意的 到現在我都很廢解 這位 奇人二號 他 我不可以叫他一個好朋友 你知道嗎 他是用一個 家人的角度來幫你 我真的很不解 我問他 為何你要這樣幫我們 很簡單的說一句 他就說 嗯 這是緣分 好輕描淡 他就飄過就算了 真是一帳人 雖然我們沒有接受 他給我們的禮物 但是 我們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依然非常感激 這位 奇人二號 我們臨走 可哩的 要搞定這間屋 要賣車 賣車是最煩的 真的超級煩 因為 我們要結帳 要提前 你離開之前 一頭半個月要搞定 糟糕了 台灣沒有車 只是打比我的腳一樣 哪裏都去不到 我便想 租車吧 我們租甚麼車 奇人三號出現 無緣無緣無故說 你走嗎 你的車 你會怎樣處理 我便打算賣掉 然後 你賣給我吧 知道嗎 賣車是很煩的 他還要一個好的價錢 買了你的車 他還不跟你說價 總之 車行收多少 你就照給他 他便可以了 已經很開心 不僅 OK完之後 他再問一句 你車賣給我 你知道整個月怎麼辦 我便想租車用 我便想租車 奇人三號就突然說 你過幾月 你便先開車 到離開那天 便還給我 很簡單 就是這樣 然後我老婆便問她 喂 不是 保險寫了你的名字 車寫了你的名字 車有甚麼問題 便是你 入理數 接著 他的回應 又是一絕 他便跟我老婆說 你叫阿Sam 小心點便可以 小心點便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好厲害 那一刻 一個人對你的信任 去到這個程度 我已經是無疑 他還嫌自己做得不夠好 他便說 你離開了 可能有很多手續未搞定 你不要緊 你就留我的名字 我的電話 我的地址 有甚麼要記要收 要處理的東西 你就叫我找我 我便幫你 線後搞定所有的東西 你說不是氣死人 到最後我們離開 他們在最後買了很大堆 無膚質的食物 送給我女兒 他便跟她說 這些是台灣才可以賣的 可以救你吃一段時間 她好像很擔心 我女兒回到香港 找不到這些食物 當她自己的女兒一樣 照顧她一樣 這些人 我這麼大兒子真的很少見 好人怎知這麼少 我們臨走很多商的貨 要記 我對鄰居 便跟她說 你放在我那間房子便可以了 我二十多三十箱 放在你那間房子 我便說 沒問題 我可以放多久 放到你寄酒為止 你跟我說才行 我離開了 那些箱的貨 還有一些漏漏 譬如箱上 忘記寫名字 寫字等等 我們另一個鄰居 便逐相幫我們寫回它 基本上 那些貨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運輸是直接跟她交收的 她替我自己看的貨是一樣的 離開了台灣之後 很多那些 很多人甩漏東西 全部都是由我的鄰居幫我包底 還有臨走那一天 有鄰居擔心我們太忙 沒有時間煮早餐給小朋友吃 煮早餐搬過來我家 我在台灣這兩年 就遇到這麼多的奇人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我老婆說這段影片 真的不能太長 真的沒辦法 那些人經常說 台灣很有仁情味 但是我們 台灣不是讓我們有仁情味那麼簡單 台灣是讓我們有親情的感覺 可能我們幸運 我們在台灣遇到的 所有人都是非常非常之好 我老婆移民台灣三個月就後悔了 兩年之後你以為有什麼後悔呢 我現在立刻訪問她 你有沒有後悔呢導演 為什麼後悔呢 為什麼後悔呢 她這兩年 她所得到的東西 給很多人眼中 我要移民 要拿到一些實體的東西 錢也好 身份證什麼也好 是多很多很多 我們香港人很喜歡目標為本 設定的目標 就是看著她勇往直前 但天氣很奇怪 當你是這樣勇往直前的時間 那些安排給你更好的東西 在旁邊走過來 你都完全不知道 是 可能最終你揭盡了 你拿到你要拿到的東西 就是那麽多 但天氣安排給你更加大 更加好的東西 你永遠都看不到 你永遠都得不到 那這些是否我們想過的人生呢 今天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說實話 這支東西挺好喝的 泰國汽水 無糖 我介紹 挺好喝 我也覺得 兩人喜歡這支 柚子味 甜點 sam 很高興 餓 每個月 師父 師父 我們